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如其人 那么在古代呢 大家还讲究一个名如其文 温婷云这个名字呢 大家很熟悉 上学的时候呢 我们就背过他的诗 《小山重叠 鸡明灭 并云玉渡 香塞雪》 那这首诗呢 也被电视剧《甄嬛传》改成了曲子 但是温婷云的原名呢 是叫做温奇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了 为什么古代的一些诗人 词人 不止文章写的美 名字呢 也是美的 很有意味 再来说一下第三点 第三点是名有寓意 好名字呢 要配得上父母的爱意 这里呢 就要说一个新气急的例子了 这个名字呢 就饱含了父亲对儿子的爱意 气急这两母字它和去病是很相似的 这是先秦两汉经常用的 新气急的爸爸呢 给他起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像获去病一样 击败匈奴 还有唐太宗 李世民 世民就是取了济世安民的意思 后来呢 李世民也是不负家人所望 开创了贞观之志 俗话说 名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可见名字有多么重要 起名字呢 贵在有一个好的意韵 深藏着自己对孩子的祝福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新气和空洞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在视频的最后 约翰想问大家 你的名字有什么美好的寓意吗 在你的身边有没有很美很动听的名字呢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